这个宇哥下赛季很多球瓶预测快船因全员付出排钱下 你预测排地霸出很大是否有得到见解 得到见解 我之前呢说这个快船排地霸呀 这个东西是啥呢 基于就是种种的伤害 基于梁安娜德一直以来 他打比赛的延续性 他延续性一直不强 你包括年纪精确27把都是轮修卡 刚刚现在已经30多了 他会不会继续选择轮修啊 之前是赛季包销级别的重伤 我感觉梁安娜德呀 商情这块估计不尽人意 周围队友还会被梁安娜德影响 而且快船队的球队呀 内乱已经接近成为一种传统了 尤其是两大核心在一归来 届时呢他俩要打得挺挺挺 整个球队什么样的内部的团结性啊 这玩意就是比较玄妙吧 考虑到西部竞争格局 如今其实已经实现了西老交替了 梁安娜德和保罗小智呀 这都已经是陈年旧式了 现在属于啥呀 新平装旧旧 他俩都是属于着色黄黄那种类型的 当年一块携手都是278 正值当打壮年 现在都是三寻老汉了 这里啊 而且饱受十月的侵蚀 大量的赏兵处现 你说他俩下一期能不能说 再度号令众人呢 其他人愿不愿意听他 想不相信他俩都不见得了 你都打多少回了 年年半 再找那会儿你俩最顶声无外乎 刚刚打个第二轮呢 这种等级 其他人我感觉信仰这块 也不见得那么鉴定 围绕在他俩身边啊 所有人有没有那种毕生的把握 有没有那种争贯的 宏图志向 都差点 年轻一代已经一阀又一阀崛起了 当年那会儿 你俩刚刚组队的时候 太阳还明不见竞传呢 现在德文部克已经入选异阵了 斯丁库里已经率队卷土重来了 老二米姐呢 之前连续的努力 积攒的选拥权 一茬一茬年轻人成长 勇士对帐下 不像当初 你们刚刚组队那会儿 后继无人了 现在帐下有乔丹普尔 以他为首 在佩克兰维基斯怀死乱 空价目的 你再看你们 都是临时聘仇的 快船队啊 森林郎 爱德华之独当一面了 唐使日渐成熟 又引进了戈贝尔的 其他的醍醐啊 西安威廉姆斯即将杀回来 英格拉姆日渐成熟 佩克兰西德麦克勒姆 这边都不太好逗 你说西部这块 司所任你宰割的 当年的环境啊 不一样的 洛城双熊啊 现在已经是 狗熊的熊了 洛城确实有点这样了 当年是熊死的熊 现在不得不讲 胡人队也是挺正高 快船队一样 快船队我认为 下来的前景 也不宜高步 辉熊队 你说下来的战机 能比快船差吗 我认为不太可能 因此快船呢 就是第六到第八之间 能打到第六 不打富甲赛 我认为快船队就达成了 起码的既定目标 不要好高误远 快船我之所以低估 是因为之前连续三年 打之前太高估了 你说打之前哪年 就外界不说快船 整冠几率啊 结果三年 你哪年也没好死 打的都坑吃别度 哪年都打的坑吃别度 一轮系列赛 动辄磨到强棋 哪有这么打的 你看顶级强队 哪有是打成这德行的 打一般版的 单核球队 你也抢棋 打稍微硬点的 你就被拿下 哪有这样 三比领先 最终被淘汰 这就快船 他这个 往往啊 掉门起也太高 后来发现自己 这个能耐根本跟不上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